癌症是前天确诊的 全疗是昨天被导师踢掉的 实验室是今天拆的 消防检查是早已安排好的 都说读书改变命运 读医还真改变了命运 实验室负责人的信息摘除了 但是患癌同学的肿瘤却没办法摘除干净 网友爆料中山二院某教授的学生集体患上罕见性癌症 随后该院发布辟谣称 乳腺肿瘤中心过去十几年培养的200多名学生里 只有三人一起在今年确诊癌症 虽然三位年纪轻轻的博士生命就此进入倒计时 但中山二院还有54岁的壮年院士 40岁的年轻杰青和高中就发三篇萨的天才儿子 继续垄断广东肿瘤学界 对此迈克阿瑟说道 假如我老爸也是汉林院大学士 那以他的能量我高中就成五星上将了 此话一出震惊此作 为何日本河污水远渡重洋致癌中山医学生 为何美国黑客咬攻击电脑系统造成病例资料消失 为何中东恐怖分子预谋来实验室放火 引发消防安全检查 大型纪录片 中山二院乳腺外科传奇 持续为您播出 来抖音急速版 看视频 零现金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